刚刚我在里干手帕 因为我们要按摩赚钱给非洲的人 因为他们屋子坏掉了 我要祝福非洲的人 有食物吃有屋子 有屋子有床睡 平平安安 我们要帮助他们 为什么你要画爱心 因为我们要把爱传出去 要传到哪里 传到东非 是不是不是实际是这个 他们穿蓝色的衣服 穿白色的裤子 要去哪里 自己的画作自己标价 穆善款原东非 马来西亚吉打慈季幼儿园 小朋友的心意和画作融为一体 他们有这样的精神和有这样的爱心 我们真的身为家长 更需要的支持他们和帮助他们来完成这个爱的力量 想让灾民有饭吃 有防住 有疏毒 孩子们各处起着 马来觉得怎么样 他的技术很好 马杀的技术很好 虽然是小孩子 但是他们另类的方法来传播是很不错的 也是很特别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子 然后尤其是按摩 然后还有甜品可以品尝 觉得是不错的 小玩儿的真心实意 是行动 是祝福 在新闻邮禁卫马来西亚报导